大家好 在過去幾個月 股票市場都出現明顯的波動 雖然最近股市跌幅有收窄 港股開始有向上升的趨勢 但是大家又知不知道 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港股大幅跌市的時候 投資者對於投資 港股ETF的興趣反而是不跌反升 讓我們一起看看兩者之間的關係 看回恆生指數和一隻追蹤恆生指數的ETF 分別代表港股的表現和港股ETF的需求 有趣的是 過去這麼多年以來 每當港股大幅跌市的時候 追蹤港股指數的ETF的人氣不但沒有減弱 投資金額甚至加速上升 舉個例子 在2008年環球金融危機的時候 恆生指數由07年10月份的 大概是31,000點的高位 下錯到08年10月份 大概是11,000點的低位 跌幅是超過65% 但在同期 我們見到投資者對於追蹤恆生指數的ETF 逆勢流入ETF市場 我們認為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 當市場已經經歷一段時間的跌市 部分的投資者開始揣測市場是否已經見底 從而入市希望撩底 但是 一般的投資者未必具備有所需的資源 去進行仔細的個管篩選 相比之下 投資在追蹤廣泛市場指數的ETF 例如追蹤恆生指數的ETF 就是一個能夠有效地複製整個大市表現的投資渠道 與此同時 ETF一般會投資在一籃子的資產 這樣可以避免承受個別公司帶來的風險之餘 又可以減低投資者錯失個別的資產升值的機會 有助投資者以較低的成本有效地分散投資 和捕捉市場的反達 當然 投資者在選擇投資ETF的時候 要記得留意當中涉及的風險 為投資組合做好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 那麼多廢局 或許一次嗎 也око了 tas 意外措施 一樣 由我們 аб 奪 已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